刚刚又来到第五节,三八零电影有读 这节最主要是有金像奖,中间那些是哪个? 内地金鸡和百花里的奖案,一年就一个 基本上它两个分里有个安排,一个比较中央角度为主 另一个叫大众角度,其实我都大众偏向中央 另一个金马掌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打位 对了,挂着它说,我其实都做了很多这些 好像刚刚都没什么压制,就这样一句说完 它今年的动画短片的提名,我看上来的时候 大部份都是台湾的作品,今年没有提名 但上年这个《极夜》我特别推介,它呼声很高 它也是我们这个电影的ASP第九届里面 其中一个是经典的作品,它都拿到很多成就的奖案 上次金马掌都没有选到它,但都不失这个成就 推荐给大家,还有这本第九届的支援计划 它里面都讲了,第九届里面我们香港 大概有22条片,里面有某一个我想 如果你们很喜欢看金小文,特别推荐 它有一部电影叫做《特攻凌凌弹》 这是我觉得第一部金小文的动画 但你要出来他金小文式的那种笑料 放在动画里面都很棒,特别一提 当你一开始金小文上司那把声 你都是很有印象的,不讲 其实上网都可以找到他的片段来看 这是一个叫短片的成就 讲回我们这一节的题目 就是讲华盈的电影奖里面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叫这三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奖项 这个不同的奖项其实大家都有种认识 就是不同的地方的风格和思维的形态 都是有不同的分别 我觉得台湾和香港的那个 我是熟悉一些的那时候 摸到那个路向都清清楚楚 就会知道那个选制是怎样的 例如你怎样提名或者你怎样参加 那些我们都会有个认识 内地的那个我们都不太认识 所以都会讲得不太多的了 但是金马掌四节里面都讲了他的成就 老大哥的那些东西 我们作为用一个影评人和有关注的角度 去看的时候 都会看到其实金马掌和金像掌的最大不同 金像掌现在你会看到我们 基本上不想脱掉那些投票者 都是如果你是电影人都有一票在手 就可以参加这个投选的活动 除了那个电影人之外 就有一些比如文化界的学者 或者那些知名人士 都是被邀请作为一个评选的名单里面的那些人 然后就用一种叫票数普选的性质 来去出那个奖案来的 那跟评论学会那个不同的评论学会 那个就是有一个评论的观点 来去做它的那个叫做 你给奖它的原因的那个因由是有个说法在这里 这个说法我们原本都是其实都 话都话少了就参考海外的一些电影的 对那个奖案的那个评论的那个方式 金像掌就是你会得到奥斯卡的那个形式 就着重于多些的 而这个平常学会就是一种平衡的 但是金马掌就是它有一样东西就不同 它不是用那个普选的形式 它就是用一个它里面的有个评审团 那个评审团每年都是一个叫重新组合 而且它必须要在那个叫做选了出来提名的期间 拿到个提名之后 那班评审人员他们都要在那个时候 大家一起再看那部电影 即是用新鲜滚热然后跟着就展开评论落分 这个就是好处坏处都有的 因为好处就是说你这样这个其实公平 但坏处就是有时你不知选到什么评审人员 而且当他选择那些评审人员 他用的论点好像评论学会那种论点 就是说你骗不到人的 你要那个论点是登出来的 大家看到的 所以有时会出现到在提名上 或者就是在最后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都连在当他拿到奖 或者有一些很热的拿不到奖的时候 有一个评论那裡你看到有问题的了 譬如我们经常都在讲的就是说 春光诈事仍应该给张国荣拿那个金牌影帝 但是拿不到的原因 大家看看这些资料都找到的 看看那个论点 我觉得有时你不要以为就这样选择一个评审 就已经出到那个公平的对待 因为他的说法拿出来的时候 你就没得避的了 别人看得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在提名的阶段 都有这种情况出现 但怎样都好 我那天三地里来讲 我都看一提讲一下 究竟他内地的情况是怎样 那我觉得也值得讲一讲的 因为我曾经有些作品 都在他那个金鸡奖那裡拿到奖 但是他里面那裡 你会发觉他那个说法 都是藉着那些叫传媒 大众传媒那裡来讲给你听 这部电影是为何会得奖 这样的 但是那个是不公平的 所以有时譬如我们拿到奖的时候 都想找一个究竟那个看法是怎样的 他只会告诉你普遍的看法是这样的 但为何会这样来选 因为那时我们那个是16个提名 就选了我们一部拿到奖 那我们更加想知道那16部 那天是儿童电影来的 小孩子气 香港那部电影更加没人提 在那时你会看到他无论如何得奖的时候 我们都是略嫌他太不透明 就变了就不太知他究竟得奖的原因 那种鼓励性就变了可能会有一种叫做是 因为太不透明就变了不是那麽 就是有很多得奖的时候 原因都变了传媒那样的 其实这三个地方变成了我们华人的区域里面的重要奖 其实说起来如果我用香港的发展里面来说 现在香港其实应该从今年开始 都要再确实些去面对这些问题 因为我觉得现在香港的电影里面面对的一件事 除了他在作品里面长短片都有那个价值之余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有去问的人 你那个作品你去看那个发展的时候 你会内销那个重要 本土的销 即现在本土销了 因为刚刚这段时间就在讲明是战纪 在香港都拿到一个很好的成就 大家值得讨论 究竟香港的如果譬如陷加勒 或者什麽那裏 你过了一些千万那些 他这个戏就真的本土市场OK到的了 如果这个千万或者刚刚最近那部 凡气功心他拿到这样的成绩 那个票数那裏 那他本土可以养得起自己了 那这些也叫本土销 但是香港就是在那个很早期的 无论是黑白的香港电影时期 去到港产边又更加明显了 就告诉大家是外销 外销是香港的一个很关键的发展的门路 其实去到今时今日我做金马掌这个题目的时候 都最主要是现在就是后来讲的这一句 香港电影海河虫的时候 内销外销和本土销 它里面那裏我们要找一个方向 你可以用那个扩阔自己的创作空间 内销其实有一个市场在那裏 但是你要面对一个叫做 创作里面就有一个局限 那跟那个台湾的合作 你会看到台湾它仍然很欢迎 就是香港的电影 它跟外销都有些接近的 就是它有一个 你有一种style出来的时候 去到我们这裏那裏 我们是售的 buy的出来的时候 而且它有一个现在的地缘成份 我们叫做内外销 但华人你可以说那裏都是我们的内销市场 因为是华人为主 至于这些事大家了解之后 原的时候我就想说 其实我们应该 华人要大家一起搞一个叫做华侨奖 华侨的电影奖 它都应该是属于我们华人的一部分 而且他们华人的观众 它都是一个我们很好的认识 应该是一个华人奖 大家夹在一起 用华侨的角度来颁一个奖 就是中港台哪部电影呢 在他们那裏就like到的 那个就可以将我们叫华人电影的里面 用文化角度拉阔了它 去到这个时刻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次再和大家电影有毒 拜拜